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行听证会 就是要不要限制特朗普总统的核权限 这个过了几天呢 18号的时候 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海滕四星上将 现役的四星上将 然后参加在加拿大参加一个国家安全会议 当时就说如果特朗普要是下令 非法的发射核武器 我作为这个战略司令部司令 我就会抗命 那就是说他让我发射核武器 我就是不发射 他让我上东 我一定上西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美国现役将军 说这样的话 说特朗普不行 他老发推特 就个家大嘴巴 得什么说什么 随心所欲 他哪天一不高兴了 说这次亚太行 他是商量针对朝鲜这事 说不定哪天朝鲜又搞核实验了 或者是发射导弹 他一生气 下命令使用这个核武器 把朝鲜给一位平地怎么办 所以说呢 大家说这个特朗普信不过 信不过你们别选呀 总统是你们选上来的 选上来你就不信任他 把总统当神经病 你这是美国人这好玩 没头脑和不高兴 是不是 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属于没头脑 这个战略 司令部司令人不高兴 怎么能这样呢 他们说哎呀 这个特朗普太不靠谱了 这个乱了套了 美国这个媒体跟中共说是大家要撤销总统的核权利 那总统说话军队都没用啊 然后记者的话就到白宫去采访 总统先生啊 你这个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 那个你记者一采访以后就发现 特朗普那个桌上有一小方的木头盒子 那木头盒子上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就马上那个镜头就开始CNA就对准了那个红色按钮 就以为那是一个核按钮 那记者没去过白宫啊 没见过大师面 哎呀 这见了 见了这个特朗普以后 一看那家一个红色的按钮 他就在琢磨那家是不是核按钮 正在犹豫的时候 特朗普砰加就按了一下核按钮 本来记者吓得吓坏了 吓坏了 过了一会儿白宫也管家 搭了一杯可乐 因为这个特朗普的美食他就喜欢 每个人都喜欢美食 局做的美食是方便面 那特朗普一样一样那小红按钮 白宫那管家拿下托盘端了一个 冰镇的可乐来了 他就喜欢吃麦当劳 肯德基可乐 就知道 哎呦 把这个记者给乐了 一开始吓坏了 最后一开始要可乐 一按钮 这个我们那么多专家在那讨论这个事 说取消不取消总统的核权力 这个从这个那个讲 我有些个事情呢 我就感觉是很无聊 那叫无聊的事呢 大家在那个地方 有时候瞎瞎瞎瞎瞎半天 能不能取消呢 不能啊 绝不可能 怎么能取消总统的核权力呢 说为什么不能 那你美国要修线 美国修什么线 这一百多年都没修过线 修什么线 对不对 你还废个枪 就这么费劲 不能够随便修改宪法的 可以搞宪法的补充 修内案 但是就不能修改宪法的 美国总统 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 是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 统管陆军 海军 空军 海军陆战队 海岸警卫队 这 最高司令啊 全军的最高统帅啊 是不是 什么时候 要不要发射 核导弹 第一枚导弹 核战争的开启者 必须由总统决定 总统决定之后 通过国防部 号令三军 啊 这个还是1987年以后 国防部改宪法以后 才定的一个啊 呃 总统下达命令给国防部 国防部的指挥机构 然后下达给 这个联合作战司令部 是这样的 对全军进行指挥 这是军令 然后政令 总统的指示 通过国防部 下达给陆海 公司三个军种 陆军部 海军部 空军部 这是川西副达令带的 这是政府部门的 行政机构啊 三个部 部级领导 军令系统 军政系统 上面是国防部 上面总统 这样 啊 这样的 说是下课上 怎么办 日本 太平洋战争的时候 不是经常有下课上吗 小参谋 就能够挑起上战争啊 美国 下课上 我还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说你这个战略司令部的 司循上将 现役的司循上将 现役的是战略司令部司令 他说了 你总统下达命令以后 他就是不听 让你发射核武器 他就是不发射 这怎么办呢 直接撤职啊 这还有什么说的 一分钟以后 又换另外一个司令了 直接免职啊 对不对 总统具有 至高无上的权力 任何人 在任何时候 不能阻止 或者影响 总统的决策 啊 总统的命令 是不受审查 不容怀疑 不能阻止 绝对权威 这个在美国 是毫无疑问的 你看特朗普西亚的西亚的 他说欠什么命令 第二天就生效了 啊 你这个东西 你不要看了 啊 所以说呢 不要不要不要 进入这个误区啊 这个 打喊哈 归打喊哈 以政治八经事 还要政治八经事 去理解 美国的这个核打机器 命令 它是通过一个 什么程序下达 首先是预警 导弹来袭了之后 又有一个导弹 在里面朝鲜 29号又发射导弹了 朝鲜发射导弹呢 应该说全过程 它都被锁定 都被跟踪的 它要发射导弹之前 一定有一些迹象 发射前的准备呀 你机动发射 机动发射车的 这个转移呀 各个部门 接近的联络呀 电磁情报 电子情报 无线电窃听 都会 掌握情况 29号这次 朝鲜发射导弹 是凌晨 北京时间凌晨 两点多发射的 两点多发射 以后是黑夜 突然那个导弹点火了 这是一团火 马上就被那个 DSP卫星 就是导弹预警卫星 就抓着了 抓着以后 马上就开始 全球导弹预警 导弹预警 所以说呢 整个的过程 都是被预警的 这个呢 要层层的预警 层层的确认 一直反映到 国家最高之后 当局 总统啊 国务部长啊 反映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这个命令 逐渐向参联会下达 联合作战 司令部 各作战单位 就这样 最后说 要采取动作 比方说朝鲜发射了 我要把朝鲜给灭了 才去动作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要是 战略司令部 要把作战方案 向总统报 总统批准之后 决定要采用核武器 要反复验证密钥 原来这个密钥 早期是这个核密码条 类似咱们那个卡吧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验证密码 然后最后 在总统下达 下达以后 逐渐按急 下达各个作战 单位 弹道导弹 核潜艇 这个 陆基的 洲际弹道导弹 战略轰炸机 这样的 接到命令之后 陆基导弹 两分钟之内可以发射 核潜艇15分钟 发射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密码不是一道 有很多道密码 大家说 老健 这个美国总统出访 到哪 总有一个帅哥 提着一个黑提枪 那个家 就是 发射核武器的 大家都以为 那个东西 发射核武器 好多人请示到 总统以后说 要不要发射核武器 总统要 来 把密码箱打开 我按按钮 帮我一按钮 哇 核武器开始出去了 那你把总统当号手了 这个 直接按 那个发射按钮啊 总统不干这个事 能按也不能按 哪能让总统去按 那个核按钮呢 对不对 那不是剪裁 那不能 不行 那个黑皮箱呢 是外皮是软牛皮的 看着挺漂亮 里头是超坚固的钛合金 就这么说 发生核爆炸以后 里头的东西都毁不了 什么火烧啊 什么手榴弹炸了 没事的 超坚固的 重量是18公斤 30多斤 其实你看还挺重的 好几道密码锁 五个人 24小时轮流 递了那个箱子 都是在陆军 海军 空军 特种队挑了一堆精英 然后轮流 专门提那个箱子的 那手提箱子装啥玩意儿呢 主要是装了一些文件 这个 这个文件包括什么呢 核打击 你比方说要打击朝鲜 要对朝鲜进行核武器的攻击 使用什么东西进行核打击 使用B-2战略轰炸机呢 还是B-52这个战略轰炸机 B-2战略轰炸机 美国是装的什么呢 装的B-61战术核弹 这个B-61战术核弹 最新的B-61-11-12这样最新的这个战术核弹 比方说封锡里和发射场 它在山底下一个大山 山底下挖了一大坑道 想把这个东西摧毁 又不伤及老百姓 而且又伤及不了城市 那么就使用B-61最好了 可以调整这个这个荡量的大小 能够钻地十几米二十几米爆炸 这个使用B-2可以 B-2进出朝鲜的这个空中 所有的雷达放下不了 因为它隐身的 B-2投几枚B-61之后 然后这个B-52进去 可以在20枚B-52H 但是它B-52它不是隐身的呀 没有关系 它可以从2500公里以外 朝鲜的导弹防区以外 发射这个AGM-86巡航导弹 带核弹头的 直接2500公里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 发射完导弹 2500公里以外发射完导弹 B-52飞机自己回去休息了 然后这个导弹开始自己找目标 这样 说是还不行 还不行 然后核潜艇上发射 美国核潜艇有两种 一种是14艘 俄亥亥级的 潜射弹道导弹核潜艇 这个上面装了24枚 洲际弹道导弹 一个上面带8个核弹头 这一艘潜艇 就能打100个目标 100个分导弹头 说是还有4艘 俄亥亥级的弹道导弹 可以改成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那家更厉害了 一艘潜艇装154枚 巡航导弹 154枚巡航导弹 都可以装核弹头 也可以装常规弹头 所以说呢 这些个就是 你总统就可以选 反正这些个东西 都可以选 还有什么民兵3呀 陆基 洲际弹道导弹 总统都选 你看这个总统是喜欢用 空军的这个 战略洪炸机呢 还是喜欢用海军的核潜艇呢 还是喜欢用陆基的 民兵3这个导弹呢 这是总统决定 哪个基地部署什么 哪个基地部署什么 然后下达命令 给哪个单位 这个都有总统决定 这是一个各种备选方案 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总统 在核战争条件下 紧急状态下 总统应该到哪个秘密的 军事基地去指挥 去躲藏 总统随便去哪个地方 他地面没有指挥系统 你得到那个预先 有指挥系统的 而且在地下几十米深的 那个地方去 下沿山指挥部啊 你得有几个地方去才行 还有一个呢 就是核打击之后 第一时间 总统要发表总统广播讲话 飞机上就可以 空军约号就可以 这个广播讲话的 发布的程序 内容包括什么 这个初稿 基本上都计定好了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核打击 进行这次核打击 美国想打到什么目的 这次核打击取到的什么成果 总统讲话几个目的 另外呢 就是这个箱子里边 还装了这个总统核打击的 这个命令的认证卡 下边请求你输入密码 输入了一次 再输入第二套密码 再输入第三套密码 好几套密码 对不对 然后另外的话呢 总统身上还有一套 带着的密码 就不放到这个核提箱 黑提箱里边 总统身上带着一个小卡片 过去是一个卡 起一个密码条 就怕忘了嘛 就是密码认证的 现在慢慢慢慢发展成一个卡了 原来呢 就是每个总统 因为他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密码 经常被忘记 你人身上老装这么一个东西 他很容易忘 原来那卡特当总统 卡特老头退休了 整天当木匠 他就是当总统的时候 他就像个总统一样 不当总统 他就是一个平民 自己就开始 做什么桌椅板的 当木匠 卡特原来 把那个卡放到上一口袋 西装上一口袋里头 结果找不着了 最后进行这个 这个保密检查 说你那卡呢 找不着了 丢哪了 想半天想不起来 结果说 那西装呢 那西装说 他们送去干洗去了 说赶紧到那干洗店找找 在那干洗店 那口袋里找着了 里根 里根装到那个钱包里头 把钱包放在裤子里头 结果呢 那天被刺了 被刺以后住院了 自己昏迷了 想不起来了 说装到哪个裤子里头 也不知道 这家里边乱翻 在某一条裤子里边找到了 克雷顿干脆丢了好几个月 才找到 你说这 要是这几个月里头 要是请示 要不要发展核武器 他这个密码 都不知道 他自己记不住密码 他自己记住他 因为你记住密码也不行 因为他的密码 是数字认证的 人知道了以后 他容易说出来 所以说呢 这几个都是非常麻烦 大家就说 哇这说的好可怕呀 这密码丢了 是丢了之后 说那个箱子 要是丢了 让别人捡着了 或者是总统 你还送到干洗店 这密码让别人找 这是不是核武器就发射了 没有用 发射不了 因为给银行卡 银行卡丢了以后 你那个银行里边 存钱就没了吗 不会的 他不知道密码 密码好几道手续 恐怖费子 拿那个箱子走 也没用 不是按一个按钮 那核武器就能发射了 能要反复验证 哎呀 最近年底 我这个老出差 有一次出差呢 我是确定到杭州去讲课 下了火车 上午去 下了火车 下午就讲课 哎 这不是在那个高铁站 上火车吗 我就随大流啊 我这人 上了火车以后 我就直接跟着大流 我就直接找到我那个座位里 啊 这是我 啊 衣服脱了 在那开始喝杯茶 啊 在那开始看 发了手机 啊 给大家回什么微博 微信 啊 哎 过了一会儿 我那个助理也上来了 哎 孙老师你上来了啊 我说行吧 去吧 去你那坐去吧 他跟我分开坐 他就坐那了 离着开车还有一分钟 我那助理慌慌慌慌 惊慌失措的跑过来 老师坏了 咱们坐错车 咱们得赶紧逃 哇塞 我说没错呀 我就是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们就赶紧逃 逃到另外一个站台去 在那上去了 我到那以后细思极恐啊 我说这个玩意 我说那个车上哪去的 他看了看那个车是上西安的 哦 我说这个时候咱们应该再去西安的路上了 我说这杭州这一场 大家坐那 这宣传都出去了 坐那听客 这局座跑西安去了 这坐错车了 1979年11月9号 当时美国跟核武器使用的 四个司令部 北美防空司令部 战略空军司令部 五角大楼国家军事指挥中心 还有国家预备军事指挥中心 大屏幕上 全都是苏联导弹来袭 苏联导弹来袭 啊 各种警报 嗯 那没有办法就得下命令六分钟之内准备好 报复性的战略核打击 全准备好了 准备好要请示总统要不要进行核确认 然后总统下最终的命令 哎 当时总统说 这个有点欺求啊 你们要不要跟 跟苏联那边打个电话 问问啊 是不是发射导弹了 最后一查 是放着演习的一个磁带 放错磁带了 因为一放着磁带都联网了 四个指挥中心 全都是放的一样的 这个这个这个 录像 等于放了一个路 平常训练的录像的一个磁带 你说这多危险 为什么要建立这个 啊 这个 军事热线呀 啊 相互信任呢 要就要这些 你说这万一错了 你说这整个苏联没了 被移为平地了 原因是他放错磁带了 啊 一系列错误的积累 有时候就很容易造成一个错误的行动 1962年 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 当时美国三位一体的核打击都准备好了 啊 都准备好了 啊 那个时候 战略轰炸机都是在空中待命的 啊 空中待命还带空中加油的 接到命令之后 马上就进行核打击 啊 马上就进行核打击 那核潜艇都属下游异 随时准备发射核武器的 啊 所以呢 当时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就爆发核 核战争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双方剑拔弄张 如果没有什么 啊 这个 军事的互信 或者是操作时候有什么 出现什么差错容易造成擦枪走火 你擦枪走火 常规弹药也就算了 你这种核武器 那就是要毁灭一个国家呀 给全人类都带来核灾难 啊 没说吗 美国和苏联他们的核武器占世界核武器的90% 啊 他们俩要打击核战争来以后 整个地球就处于核冬天 那核冬天就是几百年里头就一个生物都没有 啊 所有的动物全死了 就直接直接就冰冻状态 这个星球就没了 啊 所以说呢 现在这个 呃 核武器呢 这个事情呢 就是还是要 呃 啊 慎重的使用 啊 好吧 今天节目就这些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